继续关心动保法修正案 规定宠物繁殖必须申报 但看在宠物业者眼里 却是恶法一条 所以将发动游行抗议 不过动保团体也不甘示弱 提前集结了爱犬人士 呼吁立委不要被宠物业者影响修法 这个箱子里面的 一共有七十几只的狗 流浪犬的骨灰被集中在墓盒 爱犬人士面色凝重 甚至不忍心看到这种情景而掉泪 现场人手一只黄色菊花 悼念这些小生命 也要提醒宠物繁殖业者善待猫狗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们就是把他们 放在一个非常糟的环境 然后一直生 生到不能生了就丢出来 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子 就是很多都是没有 那个执照的繁殖业 等到这些狗 他们有利用价值 他们就一窝蜂把它往外丢 然后就是一直的繁殖 也没有去限制它 断毛人士会这么大动作集结 是因为宠物业者反对 动保人士推动动保法修正案 未来宠物繁殖必须申报 宠物工会除了对立委们游说 接下来也会发动游行 动保团体痛批宠物业者 二人先告状 因为此法一旦推动 将会冲击宠物非法繁殖场 他们是完全没有道理 第一个他们是非法的 第二个他们 因为家庭繁殖场是一个 也是流浪动物 弃养的一个很重要来源 那我们觉得他们不应该 为了他们的利益 来反对台湾这么困难 通过一个管制源头 繁殖的一个法律 目前动保法第二十二条 宠物繁殖申报的相关条文 已经在上会期一读通过 却引发业者与动保团体的战争 但流浪猫狗因为过度繁殖 而遭到弃养 俨然是事实 动保人士还是希望政府与立委 正视这个问题 让好不容易成型的条文顺利过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